波普勞工保險基金的部分 我們今年是編列1200億元 增加了750億元 另外我們疫後特別預算還有編列100億元 那全部加起來是波充1300億元 政府在歷年的稅入跟稅出的預算的編列 都是歷年的新高 明年度的稅入我們是編列2兆7092億元 約增加了1300億元 成長的幅度達到5% 稅出是編列2818億元 約增加1900億 成長7% 那其中波普勞工保險基金的部分 我們今年是編列1200億元 增加了750億元 另外我們疫後特別預算還有編列100億元 那全部加起來是波充1300億元 政府在歷年的這個稅入跟稅出的預算的編列 都是歷年的新高 從這個正式別的編列我們可以看得到 政府編列的這些總預算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佔了27.5%的就是社會福利的支出 歷史呢是教科文的支出佔了19.5% 另外經濟發展的支出佔了15.1% 國防的支出佔了15% 那一般的政務支出佔8.7%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退休輔序的支出佔了6% 在兩兆8000多億的支出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到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裁員挹注 就高達超過9000億 而且比去年是增加了11.2% 所以我們中央跟地方要攜手合作來建設台灣 使台灣能夠更有序而且更富足 另外我們在明年編列的公共建設計畫 一共是5886億 比去年增加了0.3% 我們在科技發展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得到 明年度我們編列比今年多了14.8% 蔡總統在2020年上任以後 就推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推動方案 那這個方案進行得相當順利 明年我們編列325億是增加了7% 我們在2050年的進行轉型的這個目標 我們訂定了12項關鍵戰略行動計畫 那在明年度我們編列了964億是增加了45.7% 我們國訪的經費編列了6068億增加了4.6% 農委會改成農業部以後 我們明年的經費是到1660億增加了8% 詐欺事件是國人最感到困擾的資安事件之一 所以我們編列了打擊詐欺的犯罪的預算是13億 比今年度增加了將近兩倍以上 在2017年到2022年我們稅入、稅出都有盈餘 到了2022年甚至高達到將近5000億 我們的財政表現剛才已經講過 不管是目的、惠譽或者是標準普爾的信用評比 我們都是相當的好 2023年IMD就是瑞士洛杉磯管理學院的全球競爭力的評比 來看在世界上64個國家當中 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是64個國家排名第17名 但是到2023年我們已經進步到第6名 基礎建設是從22名增加到12名 所以我們透過了我們的政府預算的編列 然後確實的執行 再加上前瞻建設的情況的特別預算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基礎建設是從22增加到12 所以我們並沒有債留主身 反而是為台灣紮下了10年的未來發展的更好的一個基礎 而且我們也沒有因此使得地方債務會拖垮 我們大家可以看得到實際上地方政府的債務 在這幾年來都是明顯的下降